首先这一期练习主要也是练习跟前面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这个VLOOK函数跟HLOOK函数还有RANK函数 另外呢就是建立所有的范围名称 那也就是名称的部分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HLOOK函数或VLOOK函数的时候呢 都会有一个叫TABLE ARRAY TABLE ARRAY每次都要做选取其实有的时候会蛮麻烦的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某个范围建立一个名称 那以后的话用名称来代替那个TABLE ARRAY的话会比较方便 而且在制作上面的话会简单很多 那这一题这边的话首先它有一些相关的要求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建立范围名称 什么叫范围名称呢 其实在我们公式里面 在这个公式里面呢 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定义名称 定义名称 那也定义名称的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指定某一个范围 它的名称叫什么 那以后的话我就直接取用那个名称 就等同是那一个范围 那一个范围 那比如说这边有几个地方要做 就是说这个股票配股工作表里面呢 把C1 C1 这个储存格的命名为总发行股数 然后呢 G1是分配盈余 然后A4到A58叫股东姓名 那以后的话呢 我只要 只要找的是 这个 总发行股数 我就知道它对应的就是C1 然后分配盈余的话呢 就是G1 股东姓名呢 就是A4到A58 那其实这样看会比较抽象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这个档案 实际上这个档案里面呢 可以看一下 这个C1它实际上就是发行股数 只是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这边也是一样 那另外还有A4到A58 这个范围呢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股东姓名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等一下我做一次给各位看就知道 以后的话呢 你只要透过F3 按下去以后呢 会跳出用选取的方式 选的方式就可以 其他部分呢 就比较不需要再去做一个选取的动作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开启这个档案 然后呢 在公式里面上面这个标签有个叫做定义名称 定义名称 那实际上你在定义名称之前 你可以看到这边叫做名称管理员 名称 这个名称管理员呢 实际上里面记载的是什么呢 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实际上里面已经有先帮我们定义几个范围了 比如说呢 分配股数 它的范围在哪里呢 在D4到D58 所以D4到D58就这个范围 然后呢扣税后现金股利 它是在G4到G58 所以G4到G 已经帮我们定义好几个了 所以这些是不需要定义的 不需要 它已经帮我们定义好了 那需要定义的部分的话是在这个 这个总发行股数 那我们直接就定义名称 那名称的话 按下去之后呢 它会有个名称跳出来 那它很聪明 自动会装到前面的名称 那参照到哪里呢 参照到C1 所以不需要改 按一个确定就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在名称管理员里面看到 会有个叫做总发行股数 它对应到的就是C1 那这边也叫分配营也是一样 第一名称 然后分配营也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呢 在名称管理也会有个叫分配营也是一样 再来的话 股东姓名 股东姓名的话 我们直接把A4 一直选到这个 按Shift键 按Shift键呢 再选取到那个A58 那选取方式顺便讲一下 你可以按Shift键 或者是Ctrl Shift向下 Ctrl Ctrl下是直接到这个表格的最下方 那Shift按住是选取的意思 Ctrl Ctrl Shift向下 这个时候它就整个选取了 然后呢 我们给它一个定义 这个名称的话呢 它要我们定义叫做 叫做股东姓名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输入股东姓名 那股东姓名对应到的就是 这个A4到A58 按确定 好 确定完成之后的话 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做后面的练习 后面练习它要我们做什么 这三个动作 还有一个税率表 税率表是B1到E3 税率表 税率表 B1到E3 这个范围的话呢 把它定义 那叫做税率表 这样定义好了 定义完成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分配股数 接下来就分配 那其实就是要算这些 算这些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算 在这边讲到说分配 这个分配股数 所谓分配股数就是说呢 按照这里面的话呢 那个业务人员呢 它可以分配到多少的股数 那以业绩去搜寻配股数量表 那配股数量表里面有个配股数 配股数 也就是说呢 按照哪个地方呢 这个 这里面 就是业绩有没有 这个 这个人他的业绩 在配股数量表里面呢 假如他的业绩 他的业绩是 多少 个时 1450万 1450万 那他在配股数量表里面的话呢 1450万 在这里应该是在 可以得到多少 3万5千股嘛 所以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3万5千股呢 把它拉到这边来 就是他的配股数 那做的方式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用 哪一个呢 配股数量表是 这个是在上面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那个VLUKA 函数来做 按确定 那接下来的话 LUKA 的VALUE 就是他的业绩 TABLE ARRAY 的话呢 在哪里呢 其实特别注意 刚刚做这些动作 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个时候方便 你按下F3 按下F3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以后呢 TABLE ARRAY 就定义好了 请你用选的就好了 那我们要选的是什么呢 选的就是配股数量表 所以呢 你就在这个里面呢 找一个 有没有配股数量表 有一个叫配股数量 这应该是在 配股数量表 这是不是也要自己知道 那这里配股数量表 还没有定义出来 要更正一下 它题目里面还有一个 A2到C7 这是我们要自己定义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把它定义 A2到C7 那一样定义一个名称 这个叫做配股数量表 好 好了之后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 这个范围呢 就等同是 我们要查的 那再一次 VLUKA 函数 其实方便的就是因为 Table Array你按一个 F3之后呢 名称通通出来了 那你就直接找到配股数量表 就等同是Table Array 以后的话呢 就不需要再去选取 那麻烦 那再来的话呢 在配股数量表里面的 这个股数的话呢 是在第几栏呢 你可以看一下 第3栏 所以这边的话呢 直接给它3 因为我需要查到的是3 那查询的方式的话呢 Range Lugar 我讲过如果是0的话呢 那应该一定查不到 所以呢 这边要找最接近的话呢 请你输入1 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去查 这个 它的配股数 是 这个地方 会 查出来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是这个值 可是你会想 这样不对啊 这个值 5000万 不对 为什么呢 特别注意 这边有个问题 它的资料呢 是以多少呢 以万元为单位 但是它的业绩呢 是以什么为单位 各位数 所以呢 你必须还要在这边做一个动作 必须把什么呢 把这个业绩 再除以多少呢 除以1万 除以1万之后的话呢 才会是以万元为单位 否则如果你没有除以1万 它找到的 就不会是正确的值 这边记得再把它除以1万 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呢 它就会找到 3万5000股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3万5000股 没错 它1400多万嘛 就是这个range 所以找到就是它 好 那这边顺便提一下 就是说 主要的还是在这一栏 那里面存的资料呢 是没有1 不过它为什么后面会显示为1呢 其实在格式里面呢 你只要做一个动作 可以制定 制定后面呢 在你的资料后面再加一个什么 一个字串 双引号1 显示出来就会有个1 但是存在esail里面呢 实际上是不会有1 这个1是显示在 储存格的外面的格式 它是一个格式 而不是里面的资料 那里面的资料 存的其实是只有1000而已 没有万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这个配股 这个分配股数 接下来的话呢 还有其他公司 我想你们先把这个 刚刚的部分先完成好了 它主要就是要建立名称 这一个 这一个 还有股东姓名 另外还有这个 配股数量表 跟这个 这个 这个叫做 税率表 这几个 然后你们先练习一下 怎么取得这个 分配股数的部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然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